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客坐飞机 从它的起飞到降落 它感觉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王冲 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管理部 鸟害防治模块首航班组的班组长 鸟机航空器对航空器的正常安全运行 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 一旦鸟撞到航空器上面 航空器因为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可能一直加割 撞上正在飞行期间的航空器 就可能导致航空器的破损 其实我接触的比较多的 就是每年千禧季节的验子 速度快 飞行高度 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成群 它成群数量就不是几十上百只了 它是成千只 普遍集中在跑到道面盘旋 普世 包括野鸭 绿头鸭 年的四五月份和九十月份 正好是它过境的时间 大量的野鸭 就会集中在仅有的这几个水面 它是一个大型的鸟类 它一旦游戏相当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甚至今年多的时候 敲锣打鼓的方法都想到了 每年的就上半年 它还是会过来 没办法就是一个鸟类的它的生存习惯 我们其实是占了它们的地方 我们现在主要采用的几种鸟手段 主要是声光鸟 声音和激光 地面上主要设置的声波鸟 那种高分贝的声音 来刺激和躯干鸟类 普世者的叫声 比如说野猫的叫声 鸟风格 视觉上的鸟 这有一个东西就是洞 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说起这个事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概念的 他们就说那你就是打鸟的 我说我不是打鸟的 我是先跟鸟交朋友 然后让它离我远点的 大兴街场它这一块 原来其实是农田 土质又是沙土质 可以说是适合一些像 马雀 斑九 喜鹊一些这些鸟类 在这里头生存 我们之前可能采取的一些方法 带有一些伤害性 现在一个新的理念就是生态治理 我把我整个飞行区厂内的 这个工作环境 我怎么把它治理成 相对来说不适合鸟类生存 但不是以一种污染的方式 而是指我改良里头的水土环境 野猫草它这个侵略性是很强的 它一旦连成片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他的草 基本上就被它驱赶 草地固结或扫结朝这儿 切断一些鸟类的食物来源 使里头的鸟类数量减少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交通工程转业 然后到天机场以后 转到了驱鸟 开始确实也挺困难的 因为我不了解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我在驱鸟经历的两位班长 真的是手把手带着吧 天机场它的常见的一些鸟类 然后迁徙季节会有什么鸟过来 就相当于是遇到一个鸟 就告诉你这大概是个什么鸟 对我这个航空系运行的影响程度 是高危中危还是低危 2019年从天津碧海国际机场 鸟海方舟管理部 调到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飞行区管理部鸟海方舟模块 大型机场在国内或者国际上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树柳机场 它自身的地位比较重要 就是感觉这个参与度慢值 我们刚来的时候 其实很迷茫 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 一片大工地 很多建筑物和樱花道面是没有的 也知道马上 十月份肯定要开行 中间这么短的时间 给我们去接手这个机场 只能说就是压缩时间吧 我现在做的 其实跟我之前的班长教的 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我也是向他教我的时候 怎么带我的新同事的 一方面熟悉现场带大家走 再把这个土边区里头的石头和垃圾 把它捡走 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把整个大型机场的土边区 一千万匹全部找下来 我们的工作 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 来形容我的这个工作成果的 做种植的 我今年我的果树种了多少棵树 产出了多少 是有一个具体量化的指标的 我们没有 每一架航空器落地 没有鸟机报告 旅客航空器安全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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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成果